欢迎来到我们的今天大新闻 节目 我们今天有三个重要的新闻要与大家分享 首先来自中国的消息 三月份中国工业企业利润降低 加上出口疲软和通货紧缩的压力 使得今年初的经济增长面临挑战 接下来我们转到日本 小利园群岛附近海域发生了6.9级地震 幸好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 最后我们来看看中东地区的最新动态 哈马斯和法塔赫代表在北京举行了会谈 这是中国介入巴勒斯坦地区事务的一次显著外交举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正面临挑战 据新周网报道 三月份中国工业企业的利润下降3.5% 这是继连续7个月增长之后的首次下降 这一变化是由于出口疲软和通货紧缩的压力 显示出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增长动力 可能正在减弱 出厂价格的下降挤压了利润率 迫使工业企业转向国外市场寻求机会 同时国内需求因房产市场低迷而持续疲软 价值地缘政治风险的上升 中国经济的前景似乎充满不确定性 在国际舞台上 中国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特别是在中东地区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中国最近主持了哈马斯和法塔赫两个巴勒斯坦对立派别之间的团结谈判 这一外交举措凸显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 同时也显示了其对中东和平进程的投入 中国的这一行动是在加沙地带战事持续之际进行的 意在促进巴勒斯坦内部和解和团结 尽管美国对哈马斯持谨慎态度 将其视为恐怖组织 但中国的介入可能为解决长期冲突提供了新的机会 中国在中东的外交努力不仅限于巴勒斯坦问题 去年中国成功促成了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间的突破性和平协议 进一步证明了其作为全球和平斡旋者的角色 此外 中国还在国际论坛上加大了对巴勒斯坦的支持力度 呼吁召开更大规模的伊巴和平会议 并推动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 显示了其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 日本也在经历自然灾害的考验 新周网报道 日本小立原群岛附近海域最近发生了6.9级地震 尽管没有引发海啸风险 但此次地震提醒人们 日本作为一个地震多发国家的脆弱性 这一自然灾害的发生 再次凸显了对于灾害预防和应对机制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 从中国经济的挑战到其在中东地区的外交努力 再到日本面对自然灾害的挑战 这些事件反映了亚洲两个主要国家 在经济 政治和自然灾害方面的最新动态 中国在经济增长面临挑战的同时 也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其日益增长的外交影响力 特别是在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中 而日本则继续面对其作为一个地震多发国家的挑战 提醒人们对灾害预防和应对的重要性 在东南亚的艺术天空中 一颗璀璨的星辰已经陨落 它就是被誉为马来西亚齐白石的中正川 据联合早报报道 这位水墨画大师于4月27日因病离世 享年79岁 中正川的艺术生涯 如同一部跨越东西方的文化史诗 他不仅在马来西亚享有盛誉 更是将南洋画派引入中国 促进了两地的文化交流 其作品深受海内外收藏家的喜爱 中正川的人生和艺术之路 充满了色彩和传奇 出生于马六甲的他 从小就展现出对艺术的热爱和天赋 在沼泽河流 树木飞禽的陪伴下成长 他的画作不仅承载着中国水墨画的性情意境 更融入了南洋风情的独特韵味 他的生活态度自在不羁 习惯光光脚走路 因此自好赤脚 这样的个性也体现在他的艺术创作中 让人感受到一种自由和不羁的美 中正川的贡献 不仅仅局限于个人艺术成就 他还积极参与艺术组织的工作 致力于推动艺术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他曾任世界艺术家联合会副会长 联合国亚洲艺术家联合会荣誉 理事长等职务 其影响力跨越国界 他的逝世 不仅是马来西亚 乃至亚洲艺术界的巨大损失 更让人唏嘘不已的是 他的哥哥钟正山 被誉为马国现代艺术教育之父 也于今年二月逝世 这对艺术界来说 无疑是双重的打击 而在远离马来西亚的纽约 乔报报道了 大都会博物馆中的中国文物 同胎化发廊 清幼堂至花卉文盘 这是流失海外的 众多中国文物之一 在全球47个国家的 218家博物馆中 藏有中国文物达167万件 而民间藏 中国文物的数量 更是馆藏的十倍之多 这些文物的流失 不仅是中国文化遗产的巨大损失 也是全人类共享的文化财富的流逝 另一边 在台湾 中央社报道了 反核团体复刻427占领行动 模拟核灾反对核电厂研议的活动 2014年4月27日 于5万人占领台北车站前中校西路 展开和平静坐行动 呼吁政府停建核四 时隔十年 反核团体再次上街头 号召超过300名反核人士 在核灾警报声下横躺立法院大门前 模拟核灾演习 高喊反对老旧核电厂演绎 这一行动不仅是对过去的回顾 也是对未来安全的担忧和呼吁 从马来西亚的艺术大师 到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中的中国文物 再到台湾的反核行动 这些看似不相干的事件 实则都与文化 艺术和社会责任息息相关 他们提醒我们 无论是保护文化遗产 还是推动艺术交流 亦或是关注环境安全 都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和使命 在这个多元而复杂的世界中 每一个行动和选择 都在影响着我们共同的未来 在这个充满变化与故事的世界里 每个角落都在上演着自己的独特篇章 从广州的广交会 到沈阳故宫的古风摄影 再到范冰冰与李晨的情感波折 这些故事交织在一起 描绘出一个多彩 而又复杂的画卷 在广州第135届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广交会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乔报网讯报道 截至北京时间26日17时 本届广交会 境外采购商线下到会人数 比上届同期增长21.8% 展现出海外市场 逐步回暖的积极信号 广交会上 琳琅满目的中国好礼 吸引了众多海外采购商的目光 无论是用作装饰的 房谷铁木挂中 色彩艳丽的彩绘饼干罐 还是随风摇曳的风铃挂件 各式各样的展品 都展现出中国礼品产业的魅力 和创新能力 中兴社报道 顺美集团总经理郑鹏飞表示 他期待通过广交会这一平台 与更多海内外采购商建立合作关系 共同推动中国传统工艺礼品走向世界 而在沈阳 古装摄影的热潮席卷了整个城市 乔报网讯报道 沈阳故宫成为了古装摄影的热门打卡地 每天都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 身着华丽的古装 在这里留下属于自己的时光印记 资深旅拍摄影师徐南表示 每天都要在故宫南广场和店里来回奔波 接的订单来自中国各地 甚至还有海外游客也想体验当格格阿哥 沈阳故宫附近的摄影机构 提供从服装租赁到后期精修的全套服务 满足了游客多样化的需求 摄影师们不仅是记录美好瞬间的人 也成了沈阳这座城市的推荐者 在娱乐圈 范冰冰与李晨的情感故事 则是另一番景象 新洲网报道 近日范冰冰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一丝与李晨的定情物爱心时 引发网友猜测二人是否附和 李晨曾在2017年向范冰冰求婚成功 但两年后却宣布分手 如今范冰冰的这一举动 让人不禁猜测 这是否意味着 两人之间的情感有了新的进展 不过 也有范冰冰的粉丝澄清说 那是紫水晶与李晨无关 这些故事 无论是在广交会上 展示中国号里的繁荣景象 还是在沈阳故宫前 身着古装的游客 亦或是范冰冰与李晨之间的情感纠葛 都是这个世界多姿多彩的一面 每一个故事都有它的独特之处 共同编织成了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 在中东的政治漩涡中 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 再次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 据新周网报道 哈马斯表示 正在研究以色列提出的关于加沙停火 及释放人质的提案 哈马斯的政治部门副首长哈亚在一份声明中透露 哈马斯已收到以色列的正式回复 并将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后给出回应 这一动作显示了双方在持续冲突中寻求和平的可能愿望 尽管之前双方在达成永久停火方面存在分歧 与此同时 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展现了其作为和平调节者的角色 英国媒体报道 中国将主办哈马斯与其对手法塔赫的巴勒斯坦团结会谈 这标志着自以巴战争以来 中国在巴勒斯坦外交上的一次重要突破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中国支持巴勒斯坦各派别通过对话协商 实现内部和解 加强内部团结 这次会谈不仅显示了中国在国际问题上 发挥积极作用的意愿 也可能为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带来新的希望 在文化领域 刘德华的中国巡演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据联合早报报道 刘德华的演唱会门票价格高达8000元人民币 成为2024年中国最贵的演唱会之一 这价格引起了网民的热烈讨论 不少人感叹门票价格之高 甚至有人质疑这是否意味着抢钱 然而 刘德华的演唱会 由于其在中国的巨大人气和稀缺的演出机会 门票成为了粉丝们争相追捧的对象 这一现象不仅反映了刘德华在粉丝心中的地位 也折射出中国演艺市场的火爆程度 另一方面 中国女子100米蓝运动员 吴燕妮因比赛中带装参赛而引发争议 星岛日报的报道揭示了这一现象背后的文化讨论 吴燕妮以其独特的装扮和自信的态度 挑战了传统的运动员形象 引发了公众对于女性运动员形象和个性表达的讨论 吴燕妮的回应 请允许别人做别人 不仅是对批评声音的回应 也是对现代社会包容性和多元化的呼吁 这些报道从不同角度展现了国际政治 文化交流以及社会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无论是在中东的和平进程中 中国的外交策略还是在文化领域的个性表达 都反映了当今世界的动态变化和多元价值的碰撞 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 理解和尊重差异 寻求共识和和解 成为了共同面对未来的关键 在科幻的奇妙世界中 中国的科幻产业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根据2024中国科幻产业报告的最新数据 2023年这个充满无限想象和创新的领域 总营收达到了惊人的1132.9亿元人民币 按年增长近三成 这一成就在明报的报道中被详细展示 标志着中国科幻产业的蓬勃发展 和全球影响力的不断扩大 报告揭示了科幻产业的多个方面 包括科幻阅读 科幻影视 科幻游戏 科幻衍生品 科幻文旅等 每一个领域都呈现出令人振奋的增长势头 其中 科幻文旅产业的营收更是翻了一番 达到310.6亿元 增长率高达106.7% 这一数据不仅展示了中国科幻产业的繁荣 也反映出人们对科幻文化的热爱和追求 而在政治领域 华尔街电视网站的报道 揭露了中国政治高层的内幕 报道中提到 钟绍军调离的背后 反映出习近平在权力结构中的绝对控制 这一变动不仅揭示了 习近平想动谁就动谁的决断力 也暴露了军队中存在的问题 即所谓的草包将军现象 这一报道深入探讨了中国政治体系的运作机制和权力游戏 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在科技领域 东方日报的报道 关注了法国汽车制造商雷诺 与中国电动车 企业理想汽车 及小米集团的合作洽谈 这一合作不仅涉及电动车的生产 还包括智能驾驶技术的发展 雷诺采购及合作部门主管 Francois Provost的透露 雷诺集团行政总裁Luca De Mio 一直在与业界保持接触 除了与吉利汽车和东风集团等原有合作伙伴外 还积极探索与理想汽车和小米的合作机会 这一动向不仅体现了雷诺对中国市场的重视 也展示了中法在高新技术领域合作的广阔前景 这些报道从不同角度展现了中国在科幻产业 政治和科技合作方面的最新动态和发展趋势 无论是科幻产业的蓬勃发展 还是政治领域的权力结构变化 亦或是中法在科技领域的深入合作 都体现了中国在全球舞台上 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和活跃度 随着这些领域的不断进步和创新 未来必将带来更多值得期待的变革和发展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